六月六号,我是邱子 自由高照,我是威儿 那今天来到了六月六号,星期一的早上 也就是关注一下在伦敦发生的恐袭事件 那根据英国的传媒就有报道说 其中一名凶徒是在巴基斯坦出生的男子 他曾经就在伦敦的他居住的社区企图 招募这些小孩子加入IS 那根据这个传媒,就根据警方的要求说 所以就没有公布恐怖分子的名字 只知道他今年27岁 去年曾经在第四频道电视台播音的一部 关于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的纪录片当中有亮相过 那认识他的朋友也曾经透露说 他时常都在YouTube的网站观看极端主义内容的短片 而且自己呢,看着看着也会有这个极端的思想 所以现在是不是说连一些YouTube啊什么东西看多了也会影响是吗? 还是看影片也会影响? 就是他每次都会在YouTube上面看这些很 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的这些短片 所以他就进而受到了影响了 但我觉得这个是他自己本身应该也有那种思想 他才会一直去看那些短片 进而让他的思想变得更极端 对啊,我非常认同 因为很多时候你并不是因为一些故事或者一短片或者一些书本 你就会直接受到这个意识形态的洗脑 但我们不能否定这个可能性的存在 因为有一些人呢,确实他们是比较容易受影响的 就好像我记得有一些催眠师他们就说过 有些人是很容易受催眠 有些人是很难受催眠的 当然还有一个前提就是 首先他本身要有这样子的想法 这样子的概念 他可能就更容易受到影响 搞不好他本身已经分世技术了 他就觉得这个世界对他不公平什么之类的 或者工作啊,不好啊,等等 他可能有在面对这些问题 或者家庭啊,感情啊,出现状况 那他就会可能更倾向于相信 人家告诉你,你这样子做会更好 对啊,就纯粹因为这个我相信 媒体这个东西是你自己本身相信什么 然后你自然而然,你会选择去看什么 对吧 那当然呢,这个邻居呢,曾经也是举报说 因为他两年前的时候就是这一个恐怖分子 他的邻居就向警方警报说 看到有人在公园内向小孩子关注激进思想 他亲自过去逼到这个公园 而且听到一名巴基斯坦人说 每当有需要的时候 我都准备好奉阿拉之民出发前去 我准备好奉阿拉之民去做需要做的事情 包括杀自己的母亲 那这个艾莉卡呢,就是这位邻居 他就拍下那个人的照片 交给了警方 但是过后呢,没有下文 我觉得这个是警方在这一方面 在反恐这方面必须要做出一个 另外一个细节性的努力 是,没错 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短片 就是他拍了是说一个在一间学校 他其实要说的是那个时候有乱枪扫射 学校里面常常有这种发狂攻击的事件 这个跟恐怖袭击是没关系 但是纯粹是一些因为个人的情绪压抑 心理的问题 所以他们就用这种发泄的方式 杀人的方式 或者乱枪扫射 拿刀砍人的方式 然后这个短片呢 他里面怎么拍呢 他就拍了一个很正常的 这个在学校发生的事情 在图书馆啊 在食堂啊 这些 然后突然间在后面结尾的时候 就看到有一个人拿了一把枪 走进那个礼堂 那个礼堂里面有很多人在那边 可能是聚会 怎么就马上就乱枪扫射了 然后他就 他拍了这个过后呢 他突然又把镜头拉回去 之前所发生的每一幕 结果有很多东西是 这个 心里有问题的那个人呢 其实都留在镜头里面 只是他在镜头不起眼的角落 在做的一些事情 那这些事情呢 大家都没有遇到 比如说 他一直都在post 他的那个social media里面 就谈到说 他有枪啊 他心情不好什么东西 但是没有人留意 很多人scroll scroll就scroll过去了 然后他在图书馆里面 看了一些枪支的书啊 然后在 就很多这样子的东西 还有一些一幕是 他给人家欺负 给同学霸凌 这些都在背后 但前面他拍的这些东西 所以 他意思是说 我们常常忽略 身边的一些人 所面对的一些问题 或者他们 他们的忧郁等等 我们没有及时去解决 他就说 如果你当时 在每一个线下 每一个当下 你都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能就不会发生 最后的这个悲剧了 对啊 就是希望 这个事情呢 也是可以让别人 更多的关注 但是 现在的人呢 似乎霸凌人 还容易过去关注别人 对对对 主要就是一直去霸凌 别人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警方 这方面呢 应该也是要去好好调查 因为其实 这个好像不是第一次 英国警方呢 他错过了 这一个恐怖分子的 这个讯息 像之前呢 其实好像也是有相同的事情 案件发生 但是 警方最后呢 其实也没有采取 一个非常积极的举动 就又 促成了另外一个 恐怖袭击的发生 对 所以我记得是这样子的 那英国发生恐怖袭击 是第三次了吧 对 对 但是呢 这个英国恐怖袭击 发生了第三次呢 但是 大部分的伦敦警察 还是不配枪 这是奇怪 这是今年的第三次了 英国之前也是发生过 但是在今年的讲 你看在短短 半年内已经发生了 大概三次的 这个恐怖袭击了 那如果是 三次恐怖袭击 过后 你既然还没有得到教训 那如果再发生的话 你应该怪谁 是啊 而且你知道 他的理由是什么吗 他的理由是因为 英国社会社 这个传统观念 是不会接受 以暴制暴的 嗯 我不懂他怎么评这个 因为 有一些人是觉得说 就像菲律宾总统 杜特蒂 他是绝对支持 以暴制暴的那个 对吧 那我相信川普 川普应该也是 大概这样子的一种 性格的人 英国 如果你说 不以暴制暴 好 你是有非常崇高的道德 呃 我觉得你在人权方面 你做得非常好 但是有没有办法 更好的方式杜绝 我当然认同 你以暴制暴 可能不是那么 恰当的一个方式 但是你有没有 更好的方式 来处理这个问题呢 嗯 难道你等他发生过 才亡羊补牢吗 其实亡羊补牢 人家说畏为耻野 但是亡羊补牢 其实很多时候 你先有那个羊先死了 嗯 你是不是要先牺牲一些人 过后 你才能够发现到 哦这个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应该这么做 嗯 最怕的是发生问题 如果他说他有 他手头上 或者是他有一些办法 说 呃这个 我不配枪 但是我有其他 更好的方式来处理 那当然是最好 嗯 如果说没有办法的话 是不是应该考虑配枪 但我们话又说回来 其实恐怖袭击 通常发生在你 没有没有准备 或者你根本不知道的时候 你配枪有作用吗 其实老实说 呃 其实 你可以 当下马上制止那个人吧 马上制止 如果是说他全身都炸弹的话 那种人都炸弹 你怎么制止他 那就没办法制止了 是啊 你开枪也不是 你不开枪 他怎么办 反正你开枪他也爆 你不开枪他也引爆 就在那边引爆 同样的有很多人受伤 嗯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是 可能枪可以用的情况是在于 你能够control 嗯 整个局势 就比如说是 你知道可以有办法疏散人群 那他也没有 没有其他太多武器在身上 可能只是有枪在身上 那可能你也比较好用 对啊 但是这个英国的目前的这些恐怖袭击 主要都是不是炸弹式 除了一个是炸弹式的之外 就是那个演唱会的 其他的好像都是撞车的嘛 像是之前国会的也是车撞向人群 那这一个事情呢 也是车撞向人群 哎 不过这个英国伦敦嘛 当地的发生这些恐怖 恐怖事件的时候就一张照片 然后就显示 这一名撤离现场的男子呢 就被拍到 首相仍然拿着一杯啤酒 呃 这一个呢 其实他们就说成是 向着英国人淡定 面对恐怖的解造 也成为网友信念的焦点 甚至他们就说嘛 如果他当初没有拿着那杯啤酒逃跑的话 那他就败给了这个恐怖袭击 但是呢 他仍拿着这个啤酒逃跑的话 代表他战胜了这个恐怖袭击 我只能够说 他已经紧张到 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忘了手头上有一瓶酒了 你认为真的有些人在紧张的时候 还拿着一瓶酒跑吗 还是搞不好 他本身已经喝醉了 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他人家跑就跟着跑 对啊 是也有人说可能 因为那一杯酒在这个 布罗市集的时候 要价5.5英镑 如果以伦敦的物价来说 应该没有人会想出 要一滴一滴酒 因为这太高了 不过这怎么说也是一个这样花瓶新闻 但是我看了这个影片 就是里面有一个pop也是酒吧 就突然就是有警员进来 然后叫每个人都是蹲下这样子 就觉得星期六的夜晚 然后大家都去喝一杯 然后小酌一杯休闲 结果就因为一个恐怖袭击 打乱了整个生活 我觉得真的是太不应该了 也没办法 因为毕竟也是 他要查嘛 你要检查 你必须要做出一些动作 对啊 好那我们看一下在伊朗呢 这个伊朗南部的城市叫布拉兹的 他有一件超市在三个星期六 就发生爆炸了 结果造成37个人死亡 37个人受伤 但是幸好并没有人死亡 那根据消息指呢 这个意外可能是气体滞漏导致的 所以并不是这个恐怖袭击 那当然如果不是恐怖袭击 是还是相对 也是一场意外了 不过这个 随着这个全球化的 这个恐怖袭击又来越多嘛 欧洲呢 一直成为这个恐怖袭击的目标 德国的这个内政部长呢 他就早前就有表示说 他建议政府 给予情报机关更大的权力 去执行防控任务 包括容许他们将这个 儿童纳入监察名单之内 而且也表示说这个举动呢 是因为恐怖 恐怖分子的这个年龄 已经有是年轻化趋势 有关系 嗯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 之前有很多争议是说 为什么那么多小朋友 而且儿童呢 是被利用 当做人肉 人肉 人肉 炮弹啊 对不对 或者是那个 人肉 人肉强 来抵挡这个炮弹的 这个是在呃那个时候呃 巴基斯坦巴基斯坦那边都有这样的状况哦 啊不是巴基斯坦 说错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就是说 小朋友是怎么样受到影响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你当然你说把儿童纳入这个反恐的监察名单 你说到容易 因为你把它只是放在一个监察名单嘛 但是不是应该要去找出他源头 为什么儿童会受到影响 然后要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因为小朋友 我们一般都说是天真无邪 嗯 他不会知道应该是呃 要这样做还是怎么样做 一定是有人去引导他 OK 或者是站在一般我们反恐的角度说误导他 那他他他 当然如果是在他们来是叫引导他嘛 对不对 对 那无论你误导还是引导的话 总之肯定有人影响他去做这个事情 去相信这么做是对的是好的 啊 那为什么他会相信 因为他的这个自小教育就是这样子 对啊 所以我说啊 这个找出他的问题的根源才是最重要的 那你出你当然可以把他例如反恐 我相信会有些组织是非常的不满意 或者是一定会呃出来反对 或者是示威了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对小朋友 小朋友是无辜的啊 不可以这样对儿童了啊 儿童我们要保护他 而不是把你了纳入这个反恐名单 啊不对 因为你纳入反恐名单的时候 搞不好你还要需要用一些方式来对付他们呢 是啊 对啊 那这个主要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可以确保这个民众的安全 呃 确保民众安全为第一 但是后来这个把把他当做这个反恐检查名单 这个我倒觉得还好 反正只是检查嘛 也不会对他做出一些伤害的事情 嗯 不过最主要的就好像刚刚威尔所说的 就是呃 去调查这个小孩子的背后那里是不是个集团 又或者是是不是他们的父母去一倒他们了 搞不好可以从小孩子条线索当中 嗯 把整个集团的分子给 诶 找出来 挖解出来 这样子 嗯 好 那我们呃 休息先进一首歌曲 过后再继续进进中华圈